立委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大概有六七年是在内政委员会 那我在内政委员会我想警政署的都很清楚了 我是最支持警察的 最支持警察 那我在六年前也当过内政的招委 所以警察的议算警察的福利 本席都是非常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我也有很多原住民 当那个优秀的警察 现在都有当分级长 都有啊 我们现在警政署 那个我们行政科的科长 高先生也是我同乡的 现在目前是原住民警戒最高的嘛 高阎光啊 所以我对警察是完全支持了 因为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嘛 但是本席啊 讲了六七年 有一个问题呢 我拜托部长 以前的部长还有 就是署长这边 很简单的问题 因为原住民现在 在我们原住民地区当派出所的 在仁爱乡 信义乡 和平区 哪里都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警察 原住民级的警察是越来越少 过去我们都习惯 我们的派出所的署长都是原住民啊 话也通 然后有时候可能也是同乡的 所以我一直建议就说 是不是可以 为我们原住民警员 因为他们是有的五五专都退休了 那我一直建议说 有没有可能再办一次 警察人原住民警员 专班考试那种 因为这问题真的很严重啊 讲了六七年 讲了六七年几乎无解啊 部长这个 看是怎么样来解决 因为我们原住民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啊 希望当警察啦 当警察这样 答复一下吧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也跟 这个考选部 也做过 开会协调啦 但目前他还是 没有答应要这样做啦 所以问题就卡在这里啊 我想这个 两个问题 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警察 假如说分配套 比如说在台中市 那原住民警察 优先的派到原乡去 在同一个辖区里面 这个我想我们可以来做 我可以请 我们请警察署要求这一个 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察局啊 在在分配任务的时候 尽量来这样来协助 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办一个 原住民的警察专班 这涉及到考试制度的 过去有办啦 但是现在是我们用加分的方式啦 优惠比例加分的方式希望来提高啊这个我们原住民啊啊这个同胞这个录取的这个机会 加分但是万一名额还是有限嘛 对不对 名额有限 你说外交百分之二 过去王卓军署长讲说我们原住民警员考上的 这个到警专警校 外交百分之二也没没加几个 然后你现在最主要是你要给我们原住民部落 为了他们的社区为了他们的部落 这个所长是原住民 跟那个所长不是原住民差很多了耶 各位委员报告 事实上这个不管警大或警专也好都有一些对原住民的优惠的内容 包括考试的总分加3.75还有这个有语文能力的总分增到5.25 身高也是降低 男生是163女生是158 比在警专的比试啊 总分加百分之十 有语文能力加百分之三十五 可是这个这个加了之后考上的还是没几个啊 专班之后还是要特考 就是说现在没有像原住民专班这样 就全部都是训练原住民的严谨这样 这个我们再来跟这个考试院再研究 因为这个也是涉及到考试公平的问题 不长 考试院没问题啦 这种考试是没问题 我开过协调会嘛 问题还在警政署啊 而且我们也受信容量 因为你说这个不是只有公务员考试 因为还有包括 包括还有训练 包括体能 这个是警政署有意见 现在因为我们还有受信容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增儿入籍了以后 我们现在警大跟警专 这个毕业生都要有 在要受训 这个入籍的这个学生要受训 这受信的机构 在目前来讲是比较紧的 好那个部长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原住民的严谨 多一点回到自己的家乡 能够来服务啦 像分发的制度 这个是还没有在这个 我们是希望鼓励原住民的严谨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举个例子 我们南投县仁爱乡的分局 仁爱分局啊 几乎每一个分级长做不到一年就掉了 就最多两年 升官了吧 就是调整职务嘛 在三地乡都待不久啊 所以我每次回去都看到不同的分局长 每次回去都这样子 这个我不是说这个制度好不好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这个在三地乡我们的分局长 调动的速度真的很快 那这个我是希望说能够稍微 稍微多带一点时间啦 大家才刚认识不久 马上又高升了或什么 这是一个啦 第二个 那个三次 部长 那个我三次有在这边有质询 最近花莲县秀林乡 同门部落 那个检查罩 在执法方面 可能有点过当 就是扣押了 因为可能是说有 这个猎捕到一些保育类的动物 那刚好是当场逮货啦 当场逮货 那所以这个 我们那个厨人呢 当然这个是要修一个 野生动物保育法 那个那里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 这个那个 这个是我们要扮主灵迹嘛 这个上文您提的 我虽然现在也是涉及到 这个包括我们国家公演法的规定 那这个要修 但是我想 即使修了我们也觉得保育类的动物 不可以 这个猎取 而且在猎取的种类跟数量 还有这个手类的这个时间都要规范 不是说这个 大家通行无阻 我想这个 部长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农委会林务局 对 有一个 他一记野生动物 我看过了 就是那个 原住民基于传统文化基于西藥 没有错 可以猎取这个 还要 保育 保育类的 保育类哦 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哦 保育类不是 保育类没有 保育类不行 他那个但是要申请报备 他不能 不能猎取保育类啦 你是像我们黑熊 没剩下几只的你再去打掉 不是不是黑熊 我不是指黑熊啦 像那个山姜啦 像猎猴子啦什么 对 山姜啦 所以像族群比较多的 嗯 那像你像 像我们的长中山羊 那这康人数量不多 那个我们就会限制他 嗯 所以像三枪三猪 这个没问题啊 那三枪也是保育类啊 但是三枪比较多啊 现在三枪很多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林务集来研究 这个农委会来研究哪些项目 是哪些是可以来 因为农委会已经定了 那个单行法规啦 对啊 农委会有了 但是国家公园还没有啊 对啊 但是因为 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是因为他不准 县政府就不准他累 而且他的 那枪跟弹都是不合法 嗯 所以才会这个被取缔嘛 嗯 那枪弹都不合法 那那个部长 那现在三次我执行之后 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具体的办法没有 哎 现在就是因为您提到了以后 我们现在会 跟这个 这个农委会跟这个农委会来研究 然后我们来修这个 啊 国家公园法 修国家公园法嘛 依据这个野生动物 还有野生动物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相关规定啦 要有一定的条件之下 来 对啊 就是你要定一定条件嘛 一定季节一定数量一定种类的 对 那那是因为为了传统文化继续需要 对 而且还不是那种 这个去盈利的 对对对 这个这个这个多有啊 农委会的那个那个版本可以参考一下啦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孔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许天才委员咨询时间八分钟 好 谢谢主席 请叫部长 请陈部长 有关这个Mpolice